《中座圣经学院》 在1958年,马拉基·马田亦曾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的筹备工作中担任书基主教奥古斯丁 Cardinal Augustine B. 的神学顾问 后来,他因为对天主教教会改革的希望幻灭 于是离开梵蒂冈而居到美国纽约 他曾毕业于比利时天主教老文大学 并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进行深措 也曾对《死海古卷》作出研究 并成为大英百科传说的编辑之一 他所写的十七本著作中 经常批评天主教教会的问题 而他也相信天主教教会 未能对《花地马第三个预言》作出有效行动 而他是少数曾阅读《花地马第三个预言》 的天主教高层人士 他也曾在死前的几年 经常在美国的《阴谋论揭备》电台节目 《Cost to Coast AM》中担任客席嘉宾 并曾在节目中指出天主教 知道有关Planet X 再来的资讯